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商用英文1 大家好 欢迎来到商用英文1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 赖宣扬老师 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的主讲老师 邱怡慧老师 邱老师 你好 大家好 我是邱怡慧 非常高兴今天能来到节目之中 我们另外一位主讲老师是我们的外籍老师 Barry老师 我们欢迎他 Hello everyone 好 我们之前在前四讲已经把商业书信 还有就是email 电子邮件跟fax 传证的部分已经看完了 那我们现在要进入我们的第二个主题 主题二的部分 那这个主题二的部分呢 是 Business Meetings in English 会议英语的部分 那这个会议英语呢 在商用英文里面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那就是说在任何的工作环境呢 我们多少都会遇到要开会的时候 那到底开会事前的准备工作 还有就是说开会的流程 还有就是说开会的礼仪是什么东西 我们都不太了解 那或许呢 有一些会议有关的单字啊 或者是片语呢 也可能同学不是非常地了解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讲次 第五讲跟下一个讲次 第六讲里面呢 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关于meetings 会议的部分 那这个讲次里面呢 我们主要有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要讲的是会议进行前的准备工作 还有呢 包含了完整的计划啊 或者是说如何召开会议的这个 议程的这个撰写 还有呢 就是会议角色的分配 还有就是准备一些设备跟设施 然后呢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就要讲的是 这个整个会议的流程大概是怎么样 那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要讲的是一些会议进行中的礼节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这一讲次里面呢 都会看到 所以呢 我们先 第一个部分是会议前的准备事项 那我们Berry 我们都知道说这个meeting呢 是在商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那我们在准备这一些会议的时候呢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 Well first of all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meetings are a good thing and they're the best venue for discussing issues and maybe in a company or setting goals or also making making decisions but when people hear meetings they often they often think that this is a waste of time or maybe they're ineffective and mainly this is due to the reason that that the people who have give these meetings they don't really prepare well OK 所以刚刚Berry老师有讲说 其实会议呢 是一个可以沟通 然后就是可以设一些priorities 就是说 什么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比较不重要的 还有就是说 要making decisions 要下决定的时候 需要去开会才有办法做这些事情 那但是呢 会议呢 常常都 我想同学可能都知道 不是很喜欢开会 那有时候开会呢 可能就是比较没有效率 或者是说呢 有的人会觉得 是浪费时间 那所以呢 在开会前的准备的工作呢 是非常的重要的 So how do we plan a successful meeting? Well for myself I feel that it's very important to maybe have a list of questions beforehand that can help you to plan the meeting well 所以呢 刚刚Berry老师讲说 我们既然知道说 开会呢 是那么的 可能就是很不被大家所喜欢的 那我们在事前的准备工作呢 最好有一个checklist 那这个checklist呢 就是包含了一些事前要准备的一些问题啊 跟一个要准备的事项 这样子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Making a checklist 这边 那我们请Berry老师呢 先帮我们念一下里面的内容 OK What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meeting? What is the agenda? Who Who will attend this meeting? Who will chair this meeting? Where Where will this meeting be held? When When should the meeting be held? When should the meeting begin and end? What What documentation is required? What equipment is required? What about refreshments?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的几个单字 那这边第一个单字呢 是目的 意图 Purpose 那这边第二个单字呢 是会议的议程 Agenda 那第三个呢 是当会议的主席 Chair 那再来我们往下看 是设备 用具 Equipment 那我们请同学特别注意一下这个equipment这边呢 是不可以数的 所以不可以加S 或者是前面不可以加N 那再来最后一个单字呢 是插点点心 Refreshments 那这个字呢 通常我们都是用复述 就是插点点心的意思 好 那我们现在再回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Berry老师提到这个checklist 这边有几个问题 那第一个呢 What 在这个议程开会之前 我们要先想一下说 我们这个purpose 就是这个会议的目的跟它的意图是什么 那再来第二个问题呢 What is the agenda? 那这个agenda呢 就是指会议的议程 那说 那这个会议的议程到底是有什么要讨论的事项在上面 那再来呢 第二个who的部分呢 who的部分包含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Who will attend this meeting? 谁要参与这个会议 还有呢 第二个问题是 Who will chair this meeting? 那我想chair这个字呢 同学都应该很熟悉 是椅字 但是这边的chair呢 当然不是当椅子的意思 这边的chair呢 就是我们刚刚单字看到的 当什么什么会议的主席 再来第三个呢 where的问题呢 是 Where will the meeting be held? 那在什么地方这个会议会被举行 再来when呢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呢 这个会议呢 是什么时候要举行 那再来呢 第二个问题是 When should the meeting begin and end? 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 那在最后呢 还有一些附属的问题 比如说 What documentation is required? 这个documentation呢 就是指文件的意思 所以呢 需要有什么文件 再来第二个问题呢 What equipment is required? 那这个会议在进行中可能需要一些设备 或者是设施 那什么东西是被需要的 再来第三个问题呢 What about refreshments? 那这个就是在中间休息的时候 可能会喝个咖啡啊 或者是点心 那所以这个有一个refreshments 就我们刚刚看到的插点 点心 好 那再来呢 我们了解了这个checklist之后呢 我们请邱老师来帮我们讲解一下如何召开会议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下面有一篇email是来告诉我们说 到底如何召开一个 一个meeting 我们现在先请贝瑞老师先帮我们念一下这一段 谢谢大家 请贝瑞老师先帮我们下期贝瑞老师先帮我们下期贝瑞老师 The purpose of this meeting is to discuss last month's sales figures In addition, we are going to set a goal to increase sales for the upcoming season Please contact Ms. Granger to propose any recommendations or ideas for the agenda All staff members are expected to attend this meeting Many thanks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里面有好几个单字 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单字是 中文的意思是销售的数字 还有业绩的数字 Sales figure 好 那figure这个地方就是指数字的意思 再来呢 下面是即将来临的意思 Upcoming 好 再来下面是有关于推荐 建议的意思 Recommendation 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全文的意思 我们首先先看一下 就是格式的部分 它这边的话 也是跟之前一样 我们在email的部分 也是会用to 然后呢 就是给谁 然后呢 from谁 就是都是用email的一个形式来写 那cc的话 我们在之前有提到 就是副本是要给哪一位 然后呢 再来是subject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 主旨就是有关于每个月的销售的一个meeting 所以呢 中间同学可以看到 是一个内文的部分 Hi everyone 在这边 从这边开始的话 其实同学会看到 其实这边就是整个一段 然后呢 并没有任何的分段 然后最后就是结尾 然后再来就是署名的部分 好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再讲解更多的内容 同学 我们刚刚看完了这篇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内容的部分 首先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大意 就是Hi everyone 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We will be having the monthly sales meeting 就是说呢 我们将会举办 这个每个月的销售的会议 但是呢 是什么时候呢 同学可以看到 Next Wednesday 就是呢 下个礼拜三 然后是从一点半到三点半 那是在哪里呢 另外一个单字是 In the conference room Conference 是会议的意思 那通常大家就是开会的时候 就是会在所谓的会议室 那英文的话就是conference room 再来呢 你们同学可以看到 The purpose of this meeting 就是我们在之前的checklist里面会看到 就是开会的话 一定要知道这个目的是要做什么 所以就是这个目的是要 To discuss last month's sales figures 就是呢 要讨论一下上个月的一个销售的数字 那刚刚有提到sales 就是销售或是业绩的意思 figure 就是数字 就是大家会provide 就是会提供一些 就是上个月的一个业绩的报告 这样子 In addition 除此之外呢 We are going to set a goal set a goal 就是说是要设定一个目标 那是什么样的目标呢 To increase sales for the upcoming season 就是说呢 对于未来的一季 Season 就是季节的意思 就是对于未来的季节 就是可以增加销售量 所以呢 Please contact Mr. Granger to propose any recommendations or ideas 这边的话 propose 是提出的意思 就是提出任何的推荐 或是任何的想法 For the agenda 刚刚有提到agenda的话 就是指会议的一个议程 然后呢 谁要来参加呢 All staff members are expected to attend this meeting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 所有的职员都就是被期望 就是都要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会议 然后再来就是 Many thanks 好 我们现在呢 先看到了就是有关于这个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email的一个写法 然后呢 就是提到怎么样去call a meeting 但是呢 我们刚刚在之前呢 是有看到一个checklist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checklist 里面有非常多的问题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方式 是可以去宣布这些meeting的 我们请问一下Berry老师 Sure there are a number of ways that you can announce a meeting just like for example in the email that you read it was announced through email but there are also other ways such as posting it to a bulletin board or if the office is quite small and you can guarantee that you'll meet with each person you can verbally announce it but the one thing that is important that you mentioned in the end of the email which is the email example which is to make sure that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y can propose any ideas or recommendations during this meeting It's good to make sure that the people that attend the meeting know that the meeting has a purpose and their thoughts can be heard in this meeting 好 非常谢谢Berry老师的一个解释 刚刚他的意思是说 其实有非常多种的方式 比方说email是最常见的一个方式 然后他刚刚用了另外一个字是verbal communication 就是你可以用说的 把它说出来 就是不一定要用email的 如果是办公室很小的话 那另外的话是可以把它post 就是把它贴在bulletin board上面 就是布告栏上面 那另外他提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email最后面 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你可以去propose any recommendations or ideas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参与这个meeting 然后大家都知道是有个purpose 就是有一个目的 这样子开会的话才比较有意义 好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赖老师 好 我们谢谢邱老师的讲解 Coleen的meeting的部分 那既然已经召开了会议之后呢 现在下一步就是要撰写议程 所以呢我们现在到了第三个步骤 就是writing and agenda的部分 那首先呢我们先再看一下 这个writing and agenda的这个表格 所以呢在这个writing and agenda 这个表格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最上面呢 有一个agenda 那这个就是指议程的部分 那这个议程呢 它有一个date 它有时间 譬如说是2011年8月10号 礼拜三 那我们先看到左方这边有一个 schedule of activity 那这个schedule of activity 就是指每个时段 比如说从最开始一点半到一点三十五 一直到最后结束的时段 是三点二十五到三点半 那中间这个部分呢 有一些activity 那这个activity呢 就是在每个时段里面呢 它要应该是说 大概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这边第一个时段 有welcome and introduction 那在最右边这边呢 有一个host的部分 那这个host呢 等一下呢 我们会讲解到这个单字 那其实host在这边呢 就是在讲说 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个主持人 来主持这一段 那所以呢比如说 这边有不同的什么 Petersen 然后Stella 然后一个everyone 然后John 所以这个都是指 每一个阶段不同的主持人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在这边呢 有几个单字 第一个单字呢 是主持人 主持 host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的主持人呢 这个host这个字呢 可以当名词 就是主持人 那如果当动词的时候呢 就是当主持 那第二个单字 回馈意见 feedback 那请同学特别注意 这个feedback 这个字呢 是不可以数的 再来我们看一下 第三个 临时动议 Any other business AOB Any other business 这边指的是 临时动议的意思 好 那我们现在看回来 刚刚这个agenda的 这个议程的这个表格 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解过了 这个schedule 那同学应该没有问题 那中间的activity呢 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activity的部分呢 是welcome and introduction 所以是欢迎大家 来到这个会议 然后呢 做一个introduction 做一个引言 或者是呢 简介 再来呢 第二个部分呢 它的activity就是 last month sales figures 所以那这个stella呢 它可能就会报告一下说 我们上个月的这个 营业额 或者是销售的那个数字 大概是怎么样 再来呢 第三个activity呢 是everyone 就是每个人都要 有一些贡献 所以他就说 feedback from last month 所以呢 每个人可能要报告一下 他上个月 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他这边 关号里面有 two minutes for each person 那再来我们往下看 再来John的部分呢 他就是这个 discussions for the upcoming season 所以呢 John他就是负责 要讨论一下 在这个下面的这个 在upcoming 就是再来下一个季节呢 需要处理的一些事情 那再来有一个refreshments 这边就是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的 插点点心 那这个refreshments这边呢 可能就是一个break 一个休息这样子 那再来休息回来之后呢 就是John 他要继续 Decisions for the upcoming season 那可能因为在 Discutions 他们有一些讨论 那在就是休息完了之后 他们就要下决定 那再来下面呢 我们都知道会议要结束前 一定要什么 临时动议 所以这边any other business 就是AOB的意思就是说 有临时动议的话 在这个地方提出来 那这样最后呢 主席就会结尾 然后感谢大家 所以close and thanks 所以这边呢 有一些撰写议程的 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当然就是时间的分配 还有就是每个时段的活动 是什么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时段的host 就是主持人是谁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呢 等一下回来再请邱老师 帮我们讲解下一个部分 好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 writing agenda的部分看完了 那我们在下一个部分呢 我们欢迎邱老师呢 来帮我们讲解一下 这个角色分配的部分 好同学 我们先来看一下 角色分配的部分 就是主要的是有哪些角色 还有他的duty呢 我们先请 蓓瑞老师帮我们念一下 这个表格 好这里面有几个单字 我们来了解一下 首先就是有关于minute这个字呢 大家都知道是几分钟的意思 但是呢在这个agenda 还有在meeting里面呢 事实上它还有别的意思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单字 就是呢 我们除了主席之外 还有人需要去做会议的记录 那什么叫做会议的记录的人呢 我们来念一下单字 minute taker 好 再来另外一个单字是 就是大家觉得 开会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会议记录 那这边的话 通常是用复述的形式 我们来看一下单字 minute 好 我们来看回来这个表格的部分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roll的话就是有关于角色 那duty的话 就是有关于他的职务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看一下 roll的话 第一个是chairperson chairperson的话 就是所谓的主席 那主席呢 主要就是要主持这个meeting 再来呢 meditaker 就是所谓的做记录的人 就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做会议记录的人 他呢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 takes the minutes of the meeting 再来就是全体的人 就是参加的人 就是participant participant就是与会的人士 所以呢 他主要的就是直接是 attend the meeting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呢 在会议之中呢 我们其实常常会发现 有需要准备非常多的设施 还有设备 但是呢 这些设备 比方说电脑设备 还有呢 所谓的投影荧幕的部分 还有投影机 是不是都能符合 就是大家的需求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非常多的 facilities 还有equipment的单字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表格 同学可以看到 这个表格之中 有一些字 当然是非常简单 像tv啊 然后camera 这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其实其中里面 有好几个新的用法 我们先请 就是Berry老师 帮我们念一下 第一个单字的话 是大家就是 可能会知道 这个用法 第一个是 投影机 投影机 它的英文是 projector 好 另外一个是 大家做简报的时候 其实常常有个红点 就是希望能点出来 让同学 就是让观众知道 到底现在speaker 讲到什么地方 这叫做 雷射笔 或者是简报笔 英文是 laser pointer OK point 就是纸的意思 那pointer 就是这个笔 好 再来下面一个 是荧幕 就是大家知道 白色 投影机使用的 白色布幕 或者是投影的布幕 或者是电脑的荧幕 它的英文是 screen 好 接下来 就是在白板上面呢 有的时候 会需要用到白板笔 英文是 whiteboard marker 好 再来就是 有关于扩音器 扬声器的部分 speaker 好 再来就是 有的时候 你会需要一些 头戴式的耳机 它的英文是 headset 接下来我们请赖老师 继续帮我们讲解 会议的流程 好 我们谢谢邱老师的讲解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会议的流程 那这个process of a meeting 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这个表格的部分 这个表格的部分呢 总共分成了七个步骤 那这个最上面的步骤呢 是opening a meeting 那第二个步骤是 matters arising 再来第三个步骤呢 是discussions 那再来第四个步骤呢 是break 那再来第五个步骤呢 是making decisions 那再来第六个步骤是 any other business 然后再来第七个步骤是 closing a meeting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细讲这七个步骤 需要准备的一些事情 还有就是如何进行这七个步骤 那我们先看到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呢 opening a meeting的部分 那这边还有细的步骤 有五个小步骤 我们请Berry老师帮我们念一下 这五个小的步骤 1. Welcome the participants and state the objectives 2. Run through the agenda 3. Introduce the host of each meeting section 4. Confirm the minute taker 5. State the length of the meeting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这边的单字 这边的单字呢 第一个单字呢 是浏览 还有很快速地阅读过一遍 run through 那第二个单字呢 是确认 confirm 好 那我们先来 回来看这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里面呢 包含了就是主席 可能会欢迎这些 与会的人士 还有阐述这个会议的目的 那这个第二个呢 就是run through the agenda 所以他很快地 浏览过一次这个议程 那第三个步骤呢 就是introduce the host of each meeting session 所以呢他可能会介绍 每一个会议阶段的 这个主持人 然后再来第四个呢 是确认这个minitaker 就是会议记录者 再来第五个呢 就是确认这个会议的 整个时间的长度 那再来我们看到的 第二个步骤 matters arising的部分 那我也是一样 我们请Barry老师呢 帮我们念一下 这边有两个 matters arising的这个steps 1. Go through the previous minutes 2. Review previous handouts or other documentation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这边的单字 这边的单字呢 第一个单字呢 是潜意事项 Matters arising 第二个呢 是检查 讨论 Go through 第三个是呢 发给出席者的提纲 或者是讲义 Hand out 那最后一个呢 是文件 Documentation 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个Documentation 这个字呢 基本上是用不可数的 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这个第二个step 就是呢 Matters arising这个部分 那这个Matters arising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 先把前次的会议记录呢 所提及的事项呢 做一个简单的讨论 所以第一个步骤呢 是他会先 Go through the previous minutes 先去很快速的浏览 或者是检查 上一次的这个会议记录 那再来第二个步骤呢 是Review previous handouts over other documentation 他会去什么 检视或者是检查 之前呢 这个handouts 就是指一些提纲 或者是讲义 还有其他的 Documentation文件 接下来我们看到 第三个大的步骤 就是Discussions 那这个Discussions呢 也是要我们请 Berry老师帮我们念一下 1. Propose ideas or recommendations 2. Give opinions and respond to opinions 3. Ask questions 好 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几个单字 第一个单字呢 是讨论 提案讨论 Discussion 第二个单字呢 是回应 回复 Respond 所以这边呢 Discussions 当然就是我们要进入 今天的议题 就是说 讨论事项这样子 那这个讨论事项呢 第一个步骤呢 它可能会 Purpose ideas or recommendations 它可能会提一些 主意或者是一些建议 那再来呢 第二个步骤呢 可能就会有人 对这些主意跟建议 有一些意见 所以会 Give opinions And respond to opinions 所以可能给予一些意见 或者是呢 回复这些意见 那再来呢 可能会有人会提问 所以呢 有可能会 Ask questions 好 再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的是 如果在这个地方呢 可能已经有一些 时间的很长的话 那有可能会有一个break 有一个休息这样子 那可能主席呢 他可能会就说 那我们休息一下 所以呢 这边呢 有几个重要的单字 那我们刚刚已经有看过了 就是refreshments 还有这个coffee break 就是指点心 茶点 还有就是呢 咖啡这样子 那在这个 休息回来了之后呢 我们就继续往下面进行 那这个往下面进行的 第五个大的这个step 步骤呢 就是making decisions 要下决定的 因为刚刚已经有讨论过 一些议题 那现在就是要下决定 那也是要我们 请Barry 老师呢 帮我们念一下 这边的内容 1. Close the discussion 2. Reach a consensus 3. Vote for decisions 4. Postpone decisions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这边的单字 第一个单字呢 是决议 making decisions 第二个单字呢 是共识一致同意 consensus 那这个第三个单字呢 是延期或者是延缓 postpone 好 我们回来看一下 这个步骤 这个步骤里面呢 有四个小的步骤 那这个第一个步骤呢 它就是要把这个 刚刚讨论的地方 做个结束 然后再来呢 讨论结束完之后呢 可能就要对 他们谈的议题呢 做一些看似要投票 还是说同意 还是说要延迟 一些他们的讨论这样子 所以呢 有可能会reach a consensus 那这个consensus呢 就是指共识的意思 所以呢 他们是不是达到了共识 a consensus 那如果不能达到共识呢 他就是要投票表决 所以vote for decisions 或者是呢 就把这个decisions延当 postpone就是往后延的意思 接下来我们看到 第六个步骤 那这个第六个步骤呢 就是指这个 临时动议的部分 any other business 我们请Berry老师 帮我们念一下 one raise other issues two give suggestions on other issues 所以在临时动议的时候呢 有可能就是会提一些其他的 issues 提议 或者是呢 会有一些suggestions 建议 或者是一些建议的事项 这样子 那在最后一个步骤呢 就是closing the meeting 就是把会议结束掉 那我们现在请Berry老师 帮我们念一下最后的部分 one close the agenda two summarize the meeting three ask if everyone understands and agrees with the results four thank participants for coming five make a close 好 这边呢 最后一个closing the meeting 包含了第一个 就是将议程完成 然后呢 总结 就是这个会议的东西 然后呢 问是不是大家同意 这个里面的结果 然后感谢大家的参与 跟就是做个结束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看到的是 关于会议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非常谢谢 我们的邱老师 谢谢 还有我们的Berry老师 Thank you 好 我们下次再见 十二年国教的动向 您掌握了吗 华生news的十二周报 大家一起来报道 达人专访 带您认识各行各业 专题探索 让您重拾学习乐趣 新闻时事分析 新鲜充满创意 明时解题 为您敞开知识大门 考满分 就是这么轻松容易 每个礼拜六 日晚上六点到七点 何家收看 news十二周报 让您什么都知道 我们下期见 好 那是吗 比较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